因為我心智也沒有成熟 我為什麼覺得說一直要給我差別待遇 我出生是1980初期 報告裡面有我的名字 居然有我的名字 它就是裡面寫的就是我爸爸 跟我老婆結婚 生日子我兒子還有什麼命 我是現代人耶 這件事對我的震撼是 它真的不是以前的事 不要很小心不要做傷老爸那種 北京的抓走就再也沒有回來這樣 那一種無形的壓力 其實真的在心裡面都埋藏很久 沒有經過這種壓迫的人 他們不了解那種心情的痛 政府它不是只有監控你 它還會左右你的生活 用它自己想要的結果 來讓那個獄外的人配合獄中的人 年輕人看了可能才知道 那沒什麼 那有什麼 非常的有什麼 你被監控 你被告訴說你不能想這個 你不能想那個 你必須在看到什麼時候跟著舉手 聽到什麼你要跟著吶 你不能說這個 你不能看這個 要不然你就有可能會被抓被罵 我有逃避過 我有選擇性的遺忘 也說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說 不知道不是打自己一巴掌而已 而是打了歷史真相的一巴掌 因為這個歷史也不是你自己的歷史 應該是屬於我們對於那種 白色恐怖的一個共同區 你不想要你 我可以做不成功 你也不想跟著你 我會說一句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 你不想我